小皇帝光绪一天天长大,慈禧交权的日子也越来越近,虽然群臣竭力宛图,为什么慈禧却坚持要归正皇帝? 虽然不再锤炼情争,为什么慈禧仍大权如懒? 进退盘旋之间,慈禧又展示了什么样的权术手段? 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《求徒天子光绪》第五集,其实不想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小光绪来说,虽然做皇帝是个苦差事,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,每日每夜地学着做皇帝。 在那些师父们的眼里,小光绪每天都在进步,他不但如四书五经,学历史地理,还慢慢地开始关注诗群,转眼已经到了十四岁。 原来的梁公垂帘亲王辅政体制,因为慈安的去世一心被轰走,变成了慈禧的义权独当。 而按照原来的约定,皇绪长大后,太后要撤脸,一切政务将由皇帝亲自打理,使朝政回归正常。 随着光绪皇帝苦难童年的漫漫远距,太后娇权的日子也越来越近。 那么面对皇帝亲政的问题,慈禧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? 皇帝的亲生父亲纯亲王义轩,又为什么会如履国宾呢? 而不再垂帘亲政的慈禧,为什么还能大权独揽呢? 京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,做客百家讲坛,精彩讲述,系列节目《求识天子光绪》第五集,其实不想走。 就在公亲王一心被逐出军机处,宗法战争炮火连天的这一年啊, 光绪皇帝虚岁十四岁了,表面看去他面容清秀,身材瘦弱,沉默寡言,是个忧郁的大男孩。 光绪身高比同年龄的人矮小,而且非常瘦,这既有先天遗传的因素,也受后天营养不良的治愈。 据末代皇帝溥仪回忆,他小的时候在宫里边,太监经常跟他谈光绪的往事。 太监们告诉溥仪,说光绪瘦的,身上的骨头一个能一个能的。 而且呢,当时太监还恭维光绪,说万事爷爷,这不是瘦,是浮象。 因为你负担着整个帝国的重担嘛,所以瘦那是浮象,这纯属鬼话。 不过,总的来说,师父们评价光绪的综合素质好于同治皇帝。 虽然对他的教育也不乏波折,但他不时有令人惊喜的进步。 前面说过,光绪这个时候已经14岁了,这是个重要的年龄。 因为在清朝的历史上,顺治皇帝六岁登基,14岁亲政。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,也是14岁亲政。 所以,光绪皇帝14岁这个年龄,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,构成了挑战。 慈禧向光绪移交政权的问题,因此凸显出来了。 但是,满朝大臣,没一个人敢提这个事。 大家等着慈禧自觉。 那么,慈禧也不提这个事。 于是,日子就一天一天这么混。 这大伙心知肚明,慈禧不可能不归正。 难道他还要篡权不成,耽误这天? 那不大可能的。 不可能不归正。 估计,慈禧的心态是拖一天算一天, 他要拖到不能再拖的那一天,才会把政权交给光绪。 光绪亲政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。 第一是慈禧对权力的贪欲。 这是专制统治者的普遍心态。 这些年来,慈禧已经习惯了一壶百诺的威风和群臣的欢呼。 当然,他也知道自己是替小皇帝暂时行使皇权。 他主宰国家命运带有权益性和过渡性。 不光慈禧不愿意归正。 曹臣中那些既得利益者,也是垂帘听政制度的拥护者。 因为在这些人的眼中,他们看的还是自己的权势。 担心光绪亲政之后,一朝天子一朝臣。 万一国家权力格局出现调整的话,怕影响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。 所以,他们也拥护慈禧,继续垂帘。 这些人构成了慈禧垂帘听政的群众基础,被称为后党。 就在光绪皇帝14岁的这一年,后党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。 这一方面,是由于公亲王一心被清洗了。 朝廷里面已经没有能够对慈禧稍作制衡的势力。 另一方面,慈禧把纯亲王一宣,就是光绪的生父,提升到最高统治集团里边来,使得后党集团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。 就在一心被撤去一切职务的第二天,慈禧就下发一旨。 军机处欲有紧要事件,拙会同纯亲王一宣上班。 实际上,就是让一宣主持军机处。 由于一宣是皇帝的父亲,为了照顾他的面子,所以才没有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。 大家可能奇怪啊,一宣作为皇帝的父亲,他应该是帝党才对吗? 他主持军机处,怎么会有利于后党呢? 原来,自打儿子进宫,做了皇帝,一宣就深知自己处境的危险。 您想,儿子当了皇帝,父亲不就是太上皇吗? 已经具备了危机慈禧独裁统治的可能性,能不成为慈禧的眼中钉吗? 一宣是慈禧的小叔子兼妹夫,深知自己这位嫂子兼大一姐,一贯六亲不认,心狠手辣的作风,让他吓怕了。 太了解他不过了,从一些小事,就可见一把,一宣不是慈禧的妹夫吗? 也就是说,他的父亲是慈禧的亲妹妹吗? 结果啊,有一天,这姊妹俩啊,顶了几句嘴,当妹妹的,让姐姐下不来台了。 于是,慈禧啊,就决定报复妹妹。 怎么报复呢? 您可能想不到,他把一宣叫来了,要问问一宣的私生活。 有没有报个小生儿,小二之类的? 一宣当然没有啊,都是严格按照规范做人的。 慈禧说,那这样吧,说我赏给你个宫女,做妾。 他用这个办法来报复自己的妹夫。 因为是皇太后赏的,一宣不能不要,一宣福尽的心情可想而知啊,这就是慈禧的风格。 她有句名言,所谓的名言吧,谁让我一时不痛快,我就让她一辈子不痛快。 姨太太进门,算是侧附近,专门跟附近作对。 慈禧的妹妹从此美好日子过了,慈禧称心了。 二人说,一宣因此走了桃花运,是件美事儿,其实不然。 这位姨太太有太后的背景,所以淳王府上下都对她高看一眼。 加上她经常进宫到慈禧那儿去,去干啥呢?估计去汇报吧。 所以呢,一宣即使在家门之内,也不敢说一句真话了。 她写了很多千亿退让,感恩不忘的条幅,挂在王府的各个房间里面。 以此表明自己对慈禧的忠心耿耿。 一宣既担心自己的命运,也忧虑儿子的前途活得战战兢兢。 自打光绪进宫为帝,转眼已经十年了。 这期间,一宣以全部的精力来讨好慈禧。 他先是急流勇退,不过问大清国的政治。 以此表明毫无野心。 再则,布施十几地给慈禧抬轿子,戴高帽,哄着高兴。 正是看出了一宣的这个弱点。 慈禧在清洗了公亲王一新之后, 班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存亲王一宣,让他主持军机处。 可见,一宣的服输就意味着后党势力的加强。 而且,一宣毕竟是皇帝的生父。 他带头给慈禧捧场,效果是任何人都不能发挥的。 比如,在慈禧向光绪归赠这个问题上, 群臣夹在太后和皇帝之间,有时候不好表态。 既想支持慈禧继续掌权, 害怕得对了已经成年的光绪皇帝,左右为难。 而一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 他不用怕得罪他儿子啊。 所以,只要一宣,第一个带头发出反对归正的呼声。 后党集团肯定马上就会有战成的声浪跟进。 那样一来,慈禧继续把持国家政权,不就顺理成章了吗?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, 公历是1886年七月十一日清晨。 慈禧太后召见了存亲王一宣, 以及军纪大臣等人。 他首先表扬了光绪皇帝学业上的进步, 说皇帝今年已经十六岁了。 十多年来,皇帝的学习态度是端正的, 表现是积极的, 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最近让皇帝看一些奏折, 皇帝也能看得头头是道。 然后话锋一转, 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, 于明年正月, 彻联归正, 让光绪皇帝执掌国家政权。 慈禧太后的表态, 立即让义轩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 按照人之常情, 他何尝不希望儿子早日亲财大政,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呢? 但是他深知政治的险恶和宫廷里边的言不由衷, 自己稍有不慎就将后患无穷。 所以义轩马上就表态, 完全赞同皇太后对皇帝学习成绩的肯定。 但是皇上这个学业正处在进步的关键时刻, 学无止境, 希望皇帝还是有机会再扎扎实实读几年书, 所以希望皇太后再辛苦几年, 归正这个事最好再妥一妥。 有了义轩的表态, 后党人是自然起劲的鼓噪, 一直要求慈禧, 继续执政的呼声非常高, 不料慈禧不予理睬, 他下发一职, 宣布, 垂帘之举本属一时全宜, 皇帝继统玉籍, 养成墓中义皇帝富托之重, 当此典学有成, 正义于内外臣宫勤求治理, 宏记艰难, 自营亲尊同志, 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移植, 继行亲政, 一位申宫期望之一。 这里边提到的牧中义皇帝指的是同志皇帝, 他说的同志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的一旨, 指的是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的时候做的承诺, 什么承诺呢? 就是皇帝长大, 我就把政权还给他。 这里边提到这个申宫是慈禧的自称。 慈禧命令青天间挑个好日, 在明年正月里边选择良辰吉日举行亲政大典, 然后就结束了召见。 在李连英等太监的错拥之下, 头也不回地退朝了。 王公大臣你看我, 我看你, 一时不知道慈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 慈禧走了, 王公大臣们就到朝房那去开会, 研究。 研究的结果呢, 决定再次请求慈禧继续掌权, 为了让慈禧顺从民意, 决定营造更大的盛事。 当然了, 大家也有分起, 分两派。 一派呢, 主张慈禧推迟贵政, 继续垂帘。 什么时候贵政呢? 推迟到光绪皇帝二十岁的时候, 这是一派意见。 另一派意见, 主张慈禧明年就贵政, 然后以殉政的形式操纵国家政权。 所谓殉政, 就是光绪皇帝按照慈禧的殉岛执政。 其实这两个方案, 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慈禧掌权, 实质是一样的。 主张推迟归正的这一派, 代表人物是猛独王爷, 薄艳那莫乎。 他是双戈林钦的后代, 但是没有了双戈林钦的骁勇。 他上了一个蛮之惨媚之词的奏折, 希望慈禧继续垂帘挺正, 但是以纯亲王义宣为首的一派势力, 主张慈禧明年就贵政, 然后以殉政的形式操纵国家政权。 那么义宣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, 上奏折来表达意见。 这场闹剧当中的最重要的角色, 光继皇帝还没表态呢? 这让慈禧比较尴尬。 为此, 光继的师父, 翁同和, 他承担着去劝说这个任务, 劝光继去表态。 光继表示出固执的一面, 不表态。 后来看到师父跪地哀求, 最后违心的没办法, 最后违心的去跟慈禧, 他还要客气, 说希望亲爸爸继续掌权, 他担不起大清国国家元首这份重担, 慈禧的面子获得了满足。 然而, 出人意料的是, 慈禧依然下发一旨, 宣布, 垂帘之举出于万不得已。 十余年来, 深宫殉岛, 新建皇帝典学有成, 特命于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, 审慎宣官, 权衡之大, 不容再有犹疑。 该王大臣等, 所请殉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处, 均无用意。 你看慈禧境界多高, 一定要把权给光绪, 他不要。 慈禧甚至表示, 皇帝亲政最开始的时候, 就算是出现些疏忽, 也可以宽容理解。 为此, 满朝重臣都有辅佐皇帝的责任。 至于学无止境, 你们不是振振有痴说皇帝还应该继续学习吗? 慈禧说那本来可以边干边学。 最后宣布, 按照今天间说你良辰吉日, 于明年正月十五日, 卯时举行皇帝的亲政大典。 慈禧到了这个程度, 依然还不接受, 还是坚持要把权力还给光绪。 虽然慈禧做出了这样坚决和开明的姿态, 但是熟悉中国专制政治的人都知道, 慈禧这是言不由衷。 所以反对归正的呼声并没有因此平息。 很多人继续上书请愿, 一时声势浩大, 慈禧看火荷差不多了, 才做出什么样子呢? 无可奈何的样子, 怎没办法, 你们不犯过我呀。 最后扭扭捏捏地宣布, 国家只此时间, 斥济整纲, 百废待举, 皇帝初亲大政, 决一定彻, 时不能不遇事提斯, 欺针周托, 寄居改王大臣等, 在山立肯, 何敢固持一级守经之一, 置为天下众论之功, 免云说行, 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。 慈禧同意了, 可见他利用以一宣为首的朝廷大臣给提供的台阶, 选得了训政这种形式, 以此来继续把持国家政权。 这是慈禧的高明之处, 古语道, 人无信不利, 既然已经承诺, 说皇上成人之后就归还政权, 如果自施其言, 难免要蒙受信誉上的损失啊, 更何况, 你就算是继续垂帘听政的话, 也终有结束的那一天, 相反, 换一个训政的名目, 不仅容易掩人耳目, 而且时间上可长可短, 在这个体制之下, 自己操纵光绪地, 支配国家政权, 跟原来的垂帘听政相比, 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。 经过这一番严不由衷的恳请和辞让, 最终确定了国家今后的权力格局, 等到明年把权力还给光绪, 然后光绪一切听慈禧的指挥, 来这么样治理国家, 但是光绪毕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 随着慈禧的一天天衰老, 光绪最终无疑, 那么他要掌握国家政权的, 只是由于慈禧的存在, 光绪登顶权力巅峰的过程, 会漫长和坎坷一些。 跟年轻气盛的光绪不一样, 他爸爸一宣看得更深远一些, 为了让儿子能够顺利的走完漫长坎坷的登顶之路, 他煞费苦心, 以儿子的名义备办了一份厚礼, 献给了慈禧,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? 一宣深知慈禧, 多少年来有一个愿望, 搬出紫禁城, 住到湖光山色的园林里面去, 紫禁城建于明朝, 建筑物压抑单调, 清规戒律繁多, 清朝皇帝大多不愿意生活在其中, 所以从康熙以来, 在热河迎见了碧鼠山庄, 在北京的西郊迎见了三山五园, 什么叫三山五园呢? 三山就是万寿山, 玉玄山, 香山, 五园呢, 说法不大统一, 一般认为是圆明园, 清夷园, 静夷园, 静明园, 苍纯园等等, 所以清朝皇帝特喜欢园居生活, 建了很多园子, 雍正乾隆皇帝, 一省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园子里边的, 只有冬天和举行典礼的时候, 才到哪儿呢? 才到紫禁城里边住, 然而自打同志以来, 园居生活成了清朝皇室, 渴望不可及的梦想, 碧鼠山庄不仅遥远, 而且那是咸丰皇帝驾崩的伤心地, 三山五元又惨召英法联军的破坏, 满目疮痍, 触目惊心, 慈禧早年, 在圆明园中, 跟咸丰皇帝有过一段短暂但刻骨铭心的爱情生活, 爱情的结晶就是同志皇帝, 慈禧因此改变了命运, 出于对青春的怀念和舒适生活的向往, 修复圆明园就成了慈禧浑浅梦绕的理想, 为此曾经在同志末年大力推动修复圆明园的计划, 但是遭到满朝大臣的一字反对, 反对的理由十分简单, 就两个字没钱, 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打击, 国家百废待兴, 用钱的地方很多, 统治者自己先修一座园林, 社会影响肯定不好嘛, 所以慈禧不得不压抑起强烈的欲望, 至今扔在紫禁城里边窝居, 光绪不开窍, 他爸爸纯心王一宣, 看出了这一点, 而且这个事不光是讨慈禧的高兴, 园子建成了之后, 慈禧到里边去游山玩水, 免得在紫禁城里边指手画脚, 儿子亲政或许能够顺利一些, 所以义选就下决心给慈禧修一座园子, 经过评估选择了清仪园, 这里边不大不小, 有山有水, 不像圆明园那样显眼, 而且清仪园原来是乾隆皇帝为他母亲作寿修的, 现在重建, 从光绪孝敬慈禧的角度来说, 也算合情合理, 至于建设经费, 一旦知道国家现在也还是没有钱, 一旦开工就会惹来一片批评, 为此义先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, 怎么偷梁换柱呢? 原来中法战争已经结束了, 在中法战争中, 陆战打的还算差强人意, 海战这是一败涂地, 为此义选建议加大海军建设的力度, 此义采纳了义宣的建议, 设立了总理海军寿衙门, 让义宣扶折这个衙门, 所以义宣不仅是皇帝之父, 他还是中国海军之父, 他建设了中国的第一支大舰队, 北洋海军, 那么义宣主持海军的工作, 海军是高技术兵种, 他国家拨款是比较多的, 在光绪十二年八月的时候, 义宣就跟慈禧说, 说了这么个意思, 说海军建设的步伐现在也比较快, 成效也很大, 下一步他打算选派北京的八旗子弟, 也学学海军, 不能光让东南洋海那些人学, 北京的八旗子弟也要学, 为此他要成立一个学堂, 来训练这些八旗子弟, 在哪训练呢? 义宣跟慈禧说, 说清一元万寿三下那片昆明湖水面开阔, 跟大海是一样的, 训练海就是再合适不过了, 而且我一旦训练出眉目, 就请太后和皇帝前往简约, 为此我要修复清一元的一些建筑, 慈禧一下子就明白了, 说既然如此, 海军需要, 那就给海军吧, 反正这个园子是我们皇家的, 但是一字也不用, 那么就不得给海军了, 光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五时, 公立是1887年1月8日的正午, 在昆明湖畔举行了水操内学堂的开学典礼, 他成立了一个军校叫水操内学堂, 一共六十名中国未来的海军人才参加开学典礼, 向孔子相行跪拜礼, 孔子还管海军呢, 然后向教师行礼, 开学典礼草草结束之后, 学生就回宿舍了, 然后官员们赶紧赶往哪呢, 万寿山下举行排云殿的供粮仪式, 重建正式启幕, 工程由海军衙门一手操办, 不是经过内部府操办的, 是海军办的, 而且呢, 也不用国家拨款, 国家拨给海军的钱, 海军拿出一部分呢, 就来建这个园子了, 所以一开始大家并不知晓, 大家就觉得好像在那个地方要修个军校, 当然随着建筑的规模超过了军校的需要, 大家也明白了此举的真实用意, 随即发出了反对的呼声, 明白这是给慈禧太后建一座园子嘛, 所以呢, 有大臣上奏者表示反对, 为此慈禧下发预旨, 做出三点解释, 你看慈禧是什么解释呢, 他说第一啊, 工程在乾隆年间的基础上进行并非新建, 而且工程款呢, 出之节省限余, 就是省下来的, 从哪省的呢, 慈禧没所, 反正不用, 国库拨款, 这是第一, 第二, 说外间传闻, 修服圆明园, 那是谣言, 别说国家没钱, 有钱都不修圆明园, 为什么呢, 他说我宠上节俭, 而且各级官员也要历届浮华, 第三, 大臣这样要问, 你宠上节俭, 为什么还, 还吸我这个玩意儿, 所以他就说第三个理由, 此举是皇帝的孝心, 我不好过于拒绝, 慈禧说的振振有词, 加上这个时候, 他独裁地位已经确立了, 群臣大多, 还是讲口不语的, 所以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, 其实光绪对万寿山的工程十分矛盾, 一方面, 他不希望在国家百费戴心的情况下, 浪费大笔的金钱, 但是他碍于生父的一片苦心, 并且考虑到源自建成之后, 慈禧搬出紫禁城, 所以他也有一种当家作主的冲动, 于是按照师父汪童和的指点, 为这座即将进宫的园林提起了匾额, 一共三个字, 一和园, 作为后礼献给了慈禧太后, 慈禧笑得合不拢嘴啊, 告诉皇帝要勤政典学, 要克己爱民, 把大清国治理得蒸蒸日上, 那才是最好的礼物和最大的孝心, 当然这个礼物也不错, 就在一和园, 重建工程起步之际, 光绪皇帝的勤政大典, 也在锦罗密谷的进行着, 光绪十二年初冬, 慈禧批准了训政细则, 因为归正之后不叫改为训政了吗, 所以制定了个训政细则, 其实这个训政细则, 就是比照垂帘听政的章程, 稍加商改而已, 在礼节方面, 基本没做改动, 当然了, 考虑到慈禧, 毕竟已经结束垂帘听政了, 所以撤去了他面前那面, 半透明的沙帘, 但是换上了一面半透明的沙瓶, 所以你看, 训政跟垂帘听政比较起来, 本质上换唐不坏药, 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, 功力是1887年的二月七日, 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如期居行, 中国北方有一个俗语, 正月十五雪打灯, 说的是这一天虽然是月圆之日, 但是往往风雪交加, 然而半夜时分, 翁童和起身开门一看, 只见一轮明月, 像金盆一样悬挂在一尘不染的天际, 将月光傻向万类俱静的北京城, 晚冬的夜空虽不温暖, 但没有一时寒风, 翁童和在日记里面赞叹说, 这是几年都见不到的好天气, 这是个好兆头, 翁童和要前往紫禁城, 参加皇帝的亲政大典, 翁童和进入紫禁城的时候, 正是半夜, 但是里面灯火通明, 所有人都穿着盛装, 表情严肃, 又透出一丝喜气, 凌晨四点的时候, 光绪皇帝前往大高殿, 寿皇殿, 给列祖列宗的画像, 行三跪九寇的大礼, 经过一番繁琐又庄严的仪式, 终于完成了使命, 当他回宫的时候, 天已经快亮了, 清晨八点的时候, 光绪帝率领王公大臣, 来到慈宁宫, 给慈禧太后, 请三跪九寇的大礼, 与此同时, 在五门外边, 那些山坪以下的官员们, 也同时行礼, 向哪行礼呢, 向五门行礼, 礼毕, 光绪帝率百官站立, 目送慈禧, 离坐回宫, 然后光绪帝率纵臣前太和殿, 举行亲政大殿, 这个时候, 惊奇招展, 乐曲大座, 看着身穿皇帝礼服的光绪走向宝座, 汪童河激动得热泪盈眶,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到, 天言甚精彩也, 因为光绪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, 所以当老师的该有多高兴, 其实, 无论是汪童河, 还是光绪帝, 心情都是复杂的, 至少应该是喜忧参半, 他们乐观地憧憬着, 未来的美好前景, 但就眼前来说, 光绪并没有获得, 与他身份相配的皇权, 其实, 这场所谓的亲政大殿, 不过是慈禧继续把持国家政权的幌子而已, 这个时候的光绪帝已经17岁了, 他成年了, 亲政了, 但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啊, 他依然单身, 自古哪有光棍的皇帝呢, 所以, 他的婚事也在酝酿之中, 那么慈禧太后将怎样包办他的终身大事呢? 这其中就有哪些曲折波澜呢? 请开下集, 谢谢。 尽管光绪帝在瑞士, 名义上施行的亲政, 但国家大权仍然牢牢掌握在慈禧手中, 转眼之间, 光绪帝已经是一位丰富翩翩的青年了, 按照清朝组织, 皇帝一般在14岁到17岁成婚, 可是, 已经18岁的光绪帝, 却迟迟没有结婚, 这在清朝历史上, 可谓是绝无仅有, 对于慈禧来说, 光绪帝大婚就意味着成年, 成年就意味着他继续操纵政权的最后一点理由也不存在, 那么面对迫在媒体的皇帝婚事, 事权如命的慈禧, 又会想出怎样的招数呢? 一直翘首以盼, 希望早日执掌政权的光绪帝, 等来的将是怎样的结果呢? 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, 讲述《囚徒天子光绪》第六集, 凄惨的婚事, 敬请关注。